台北市长柯文哲第二任期上任到现在 许多局处首长未止人空缺 像是副市长 原委会主委 公务人员训练处长 公务局长等 都还没找到合适人选 是否代表柯文哲找不到符合理念的人才 台北市议员林亮君表示 要找到人才 柯文哲应该要跳脱原本的用人思维 局处首长的空缺 这大概也选前的时候 其实也非常多都出走了 他应该要想办法再走出 就是他用人的小圈圈 因为包含其实我们在原住民 就是原委会的主委这边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包含他第一任是任用陈秀惠 第二任用陈世璋 那么第三任陈一辰 那么其实这些人选老实说 其实都是同样的小圈圈在彼此互相推荐 对于北市原委会主委人选 上网公告后还要通过 北市原委会内部领选 台北市议员李芳如认为 这样的方式有瑕疵 柯文哲应该要自己去找寻 合适的人才 因为内部领选的主委 到底该对谁负起政治责任 前两次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 表示领选这个程序是很好 但是不应该有职员工来投票 原委会的主委 他也必须要为市长负责 如果是由我们的职员工票选出来的话 那他应该要对谁负责的 变成主委要对资源工负责了 那其实这对于我们整个公务系统来讲的话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做法 对此北市府副发言人回应 台北市政府四年来都是利用领选 来选出合适人才 市政运作也相当顺利 现在很多就是长官们也都是用领选的方式 那其实市府运作的状况也都还蛮顺利的 那这样领选的过程我们也经历了四年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方式对 我相信这样的方式可以对市民很好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也提到 北市原委会主委领选 因为第一阶段公告后 领选并没有通过 因此进入第二次公告 才会导致主委领选延 第二次领选预估要到年后才会进行 原委新闻Nabu 迪布罗安台北市采访报导 原委新闻Nabu